好那么同学们到底怎么翻译呢 首先算的一定翻译成寄送寄给的寄 那么deliver怎么翻译呢 我们叫deliver所以我翻译成寄送 而giveaway叫赠送 你们发现这三个词都有送给一个东西的意思 但如果字面的意思我们基本就知道了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几个词的不同点 那么首先要记住什么叫算的 寄送的特点就是你本人不动东西自己走 那才就寄过去 我今年给我妈妈寄点花 我肯定会说send some flowers to my mom 没问题吧 这时候我会觉得花子一走 我还在自己的家 但是呢这时候会有些卖花的花布的孩子会怎么样呢 那些人会怎么样呢 会deliver flowers to my mom 他们会亲自把花递送到我妈妈的家 这时候就叫deliver了 比如下说 菲菲老师衣服 网上29块一件买的 那同学们 当然我怎么买的呢 我先给他们发了个订单 就用哪个 当然是send a order 发送一个本人不去订单自己跑到他们了 然后同学们于是有一个送货的人就会deliver the shirt deliver the clothes to my house 第一次没问题吧 那第三赠送就不说了 give away是作为礼物白送你了 比如我跟这个大爷关系都好啊 最后大爷说 以后我这房子就送你了 give away his house to me 是有无偿的赠送的意思 那这就是他的不同点了 那相同点我觉得他们都喊这个送 所以都是给出去 所以他们词组都一样 给是不是叫give somebody something give something to somebody呢 所以同学们一起记呗 send somebody something send something to somebody 后面我就不写了 deliver somebody something deliver something to somebody give away somebody something give away something to somebody 比如我给他记了一个PIC 他想要这个 I send a PSP to him 没问题吧 于是一个一个送货的人 就deliver the PSP to him 当然我赠送给的一个PSP 作为考试考第一的一个奖励 I give away a PSP to him 这一点如果了解的话 那同学们接着来考考你了 给你四个句子 我们来看最佳选项 也可能两个都对 也可能三个都对 也可能只能选一个第一 我记了封 发了封email给我的老师 本人懂吗 不懂 记送 所以答案是 I send an email to my teacher send something to somebody 来看第二句 The postman 而邮递员给我的办公室 投递了 寄了封信 或者送了封信 邮递员估计得亲自敲我们公司的门吧 所以这时候我应该选的是 Deliver a letter to my office 而第三 当然 我的爸爸给我什么一个字典 你用send的话 没有问题 感觉爸爸在海外 给你寄了一本英文的字典 你用deliver的话 那爸爸可能就是邮递员 当然我觉得 可能4D是不是更好呢 生日那天 我期盼了一久 爸爸送给我一本字典 给我气坏了 哎呀 为什么不送PFC 举个例子 这是我会说 My father gave away a dictionary to me 用法你看 是不是都是一样呢 不过第四句就会难为有些人 因为你不记字典 什么叫a lecture 很好 一个课程 叫做关于 关于philosophy 学过吧 哲学高二就学了 他怎么一个课程 关于哲学 也是用t给学生们 当然是哪个呢 只能选的是deliver 注意deliver 原因是递送 但是他有一个字典 第一 什么叫deliver a lecture 就像我把衣服亲自送到你手里 这回老师的作用是deliver a lecture to the students 把课送到学生脑子中 所以deliver a lecture的意思叫讲课 授课 上课的意思 deliver不光可以加lecture 你知道发表演讲 英文怎么说吗 记住第二次组 叫deliver a speech 他的意思也是亲口 把演讲送到你的脑子中 所以deliver a speech to the students deliver a lecture to the students deliver some flowers to the students 都是可以的 所以同学们注意这道题的答案叫做 she delivered a lecture on philosophy to the students 那意思他给学生们上一堂 关于哲学的课 这时候我们上课 不光可以用give 不光可以用teach了 当然别忘了这个词 如果知道的话 我们接着来看高中的一个 重中之中的动词 跟我读一下比起来 convince 再来一遍 convince 第一个动词 后面只加人 somebody 他的意思怎么翻呀 很好 使相信 使某人相信 使某人确信 这就是convince的原意 他有两个核心词词 我们都要牢记 看你记住哪个了 第一个词词叫做 使某人相信某事 convince somebody 加哪个词词 很好 一定加off convince somebody off something 我们叫使某人相信某事 来体会一下 how can I convince you of my honesty 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样能使你相信我的真诚 我的坦诚 我不是个骗子 是这个意思 convince somebody off something 我让老师相信我的借口 I try my best to convince my teacher off my excuse 他最终相信了我的谎言 he I convinced him off my life 或者 他使我相信他的故事 怎么说 he convinced me off his story 英文中加off的动词 非常少见 所以就显得非常的珍贵 稀罕 所以这些词就成了高频靠点 咱们再来几个加off的 你能想到第一个吗 叫做皮下石某人 想起某事 我在说哪个词子 我啊 跟我回忆回忆 remind somebody off something 这个桌子让我想到 我童年 英文叫 the table reminds me off my childhood 来看第二家off的 这个词好像叫做 指责某某事 我说的是哪个呀 accuse accuse somebody off 我指责他偷了我的钱 我会说 I accuse him off has stolen my money accuse somebody off remind somebody off 那再来一个off 大家还能想到哪个off呢 警告某人某事 怎么说呀 很好 我警告他这个危险 I warn him off off the danger 这又出现一个off 下一个更长考 我们叫 告知某人某事 告诉某人某事 绝对不是 tell somebody 那个不加off 我告诉你这个消息 但是很好 inform somebody off I inform you of the news 所以今天看到一个 convist somebody off 一定要熟悉 这是他的第一个词读 而第二词读 如果不加这词的话 我们的第二词叫做 说服某人去做某事 说服某人做某事 怎么说呢 你先记住 叫convist somebody tudo 而且是成功的说服了 比如什么叫 I convinced my father to stop smoking 我成功的说服了爸爸 戒烟 现在爸爸已经不抽烟了 这叫convist somebody tudo 警告句 我说服我朋友 跟我一起外出 跟我一起外出 就叫go out with me 一起说吧 I 写出来吧 convist的 我用过去词了 my friend to go out with me 那这句话一出来 证明你的朋友 已经同意了 那老师 能不能发现 我劝我朋友 绝对不是劝 如果你发现 我劝我朋友 跟我一起外出 那我朋友 可能会去拒绝 那老师 英文劝怎么说 不好意思 我也查了查字典 英文没有劝 这种表达 那怎么表示劝呢 往往愿意在convince 前面再加两词 就有劝的感觉了 我们就要 try to convinc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or I tried to convince my friend to go out with me 我试图去说服我的朋友 跟我一起出去 结果他同意了 结果他不同意了 能明白这意思吧 一定小心 convince somebody to do 我再次强调 成功的 说服某人做某事 因为除了他 设服某人做某事 咱们高一上一个 还学会一些吧 p开头那个词啊 一起来 persuade 一起来 persuade 不过persuade的词词 比较有意思 两个都行 你既可以说 persuade somebody to do 也可以说 persuade somebody into doing 多行 去r into 进入一种状态 我说一句他 跟我一起外出 I persuade him to go out with me 也可以说 I persuade him into going out with me 而第三个更口语 我说一句他 我不停地说 不停地跟他说 最终说成了这人是 我们叫 talk somebody into doing 我说一句他 跟我去摆出 第三个表达说 I talked him into going out with me 注意特点啊 convince 只加 somebody to do talk somebody 只加 into doing 而persuade 即可以加 somebody to do 也可以加 somebody into doing 这就是说服 某人做某事 这两个字都 记住了吗 如果真记住的话 我们来看一道 曾经的考题 可爱考了 他的爸爸 怎么出国学习 但是他 decline 他的意思叫拒绝 好 那我们看看 ABCD 暂停一下 你自己思考 一分钟 给我正确答案 最好再说出那仨 为啥不对 好 做完了吗 同学们 首先 A行不行 那我们翻一翻一 没有问题 commiss somebody 有问题 不加int to doing 好 commiss somebody 只加 to do 没问题吧 那老师 那我改成 to study 能不能选 你觉得呢 还是不行 因为你会怎么翻译 他的爸爸 说服了他的女儿 出国学习 那他女儿肯定同意了 为什么又说 他女儿拒绝了呢 好像有点矛盾 那同学们 我们试试 来看 C选项 大家还记得 阻止某人做模式 怎么说吗 prevent somebody from doing 还有那两次来了 stop somebody from doing kick somebody from doing 还有一个高中的 直接t discard somebody from doing 很好 那同学们 他的爸爸 阻止他 出国 那他还拒绝 阻止 也很成功的感觉 所以C也不行 那老师 这个行不行呢 他的爸爸 试图住这女儿出国 哎 有门 那老师 这个行不行呢 try to persuade somebody 是 可以加土度 但是 persue somebody 没有土度 大家怎么改啊 into 能明白的意思吧 you probably into 所以你看看 这道题答案 四题出来了 看看 你能明白 这道题的出题点 是怎么回事吗 如果明白的话 我们来看 下面的名词 非常简单一起来 income 各位师傅 income 什么东西才往你们家进呢 这个词叫做 不要说垃圾 这个词叫收入 很好 income income 高收入就叫high income 而低收入家庭 low income family 那么东西 我们光说收入不行 咱们得总结总结 你从 最真的叫总结了 你从出生到死 你一辈子都会收到 各种各样 什么的钱呢 我的感觉是 当我们出生没多久之后 小学呀 或者初中的时候 我们会定期呀 可能一个月 两月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 会收到什么呢 这叫什么钱 零花钱 英文怎么说呢 肯定同学们会给我很多答案 第一个零花钱 就是装在口袋里的钱 美国会怎么说 会写这儿了 写这儿吧 叫p o c k e t i m o e 我读一下 一起来pocket money 一起来pocket money 这就是零花钱 不过英国人呢 一般不这么叫 他们用一个允许 那个词允许就allow 怎么变成名词呢 妈妈 允许你一个月花的 allow 再加个 a n c e 零用钱 一起来 allowance 再来一遍 allowance 于是有同学 老师 那change 是什么东西啊 change也是一种钱 但注意 change就是 找完了那个零钱 这玩意儿叫change 能明白他们的区别吗 零钱 零花钱 你看这一年 怎么也得给个一百二百 有同学能拿一千 还有就拿上万的那种 土豪金 对吧 那同学们 而零钱的五毛的 一分的 一块的 还有两毛的 这都不说了 还是假币 所以同学们 当然有同学分不清change 和pocket money 为什么分不清呢 因为有同学 零花钱基本就是一堆零钱 那有可能 这叫the small change 一堆零钱 而这个东西叫零用钱 那同学们 来看第三种钱 后来终于上了高中大学 经过努力 我成了学校的学霸 我就可以得到什么钱了呢 奖学金 你们怎么说 谁还记着 哎 学者叫scholar 这个词 scholar 跟我读一下 学者 scholar 你有讲 你有学者风范 所以奖学金再加个传 这个词一起来 scholarship 再来一遍 scholarship 将来上了大学 每个人都会 你可以apply for scholarship 申请奖学金 但未必人人都得到 菲菲老 当时在北大的时候 我们年纪第一 想在北大还年纪第一 那得疯狂到什么地步 人家确实爱学习 我就记着 我上寒假的时候 哎 这是真事 不信 我要骗你 遭了一批啊 当时我就跟他说 那个孩子 我还记得 他是湖南省的文科状 叫李双志 跟我一个宿舍 我们一个专业的 那当然我就跟他说 啊寒假了 快过年了 咱们去看场电影吧 想一起 同学们都一句 结果他当时就跟我说 啊 看你又什么意思呢 我要去图书馆 哎 这个四年下来 都没怎么看过电影 就天天在图书馆待着 上文课图书馆 面临一两点钟 才从图书馆翻墙出来 有的问 为什么要翻墙呢 因为图书馆已经闭馆了 所以多牛 这种学霸 你能比得上吗 当然人家当之无愧 可以得到scholarship 当时我记得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还挺多的 现在可能觉得 你们觉得不是多少钱 那时候你想 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钱 说一年给一婚 叫奔驰奖学金 奔驰赞助的 一年给四千块钱 人家天天熊把着 我们只能是人家发奖金 他请我们吃个饭而已 那同学们 当然放肩 像我们这样的学诈 当然也不是你学诈 也能到大学以后 也会有钱 那大学会给一个这种钱 以后上大学就知道了 G-R-A-N-T 跟我读一下一起来 Grant 再来一遍 Grant 一起来 Grant 我们叫助学金 跟奖学金不一样 这个只要你上大学 你是一个正规大学的学生 人人都能得到 大学会给你办个银行卡 我当时办的 北大的农行的金税卡 每月政府给我 打60块钱 一个也都要60 估计你以后 向大学更多了 我那时候还有60呢 虽然60干不了什么 但我基本可以 每天五块的早点出来了 我当然记得特别清楚 基本可以 一天五块早点 起码能吃半个月 十几天呢 当然有同学说 老师 你五块钱就能搞定了 我觉得你怎么着 像您这体型 您估一顿早点就150吧 当然那是你钱 你钱的东西比较便宜 所以Grant 老师这个词为什么要记呢 因为到高考的时候 特别爱跟大学接轨 所有的阅读文章 经常搞教育的 教育不会考初中幼儿园的 一些教学的东西 经常搞大学的一些东西 那这些词 就必须要知道了 当然大学之后 我们就找了工作 找了工作以后 会出现公司 公司怎么说呢 好像有同学学过W 开头的 怎么写 给我读一下 一起来 Wage 一起来 Wage 这是什么公司呢 长得很像Week 这两个人同源的 那同学们 这叫周星 什么叫周星 你周发一次 在中国没有见过 叫人去美国 你就知道 一般都是 蓝领工人 比如我在麦当劳打工 为什么不发有月薪 因为确实这钱忒少了 我这点钱还等一个月 我还没花到月底 钱就没了 我这下班也非得饿死不可 所以呢 一般蓝领工人 都是按周发钱的 比如我周日 周一拿到了钱以后 我就玩命花买吃买吃的 终于到周五时候 钱花光了 顶多熬个周六 周日就发钱了 所以这就叫Wage 当然我希望大家呢 以后领工资 可能呢 有些东西当个蓝领 这叫Wage 以后的蓝领工 估计比白领还要牛了 那同学们因为技术工人 现在越来越稀缺了 但你要知道 蓝领工的公司 叫做薪金 薪水起来Wage 那老师 白领的公司怎么说呢 这个词叫做 也学过吧 S-A-L-E-R-Y 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 Celary 大家一遍 Celary 一起来 Celary 白领的公司 我们又叫月薪 是按月给的 因为白领工资 可能相对比较多啊 一个月挣了一万啊 两万甚至更多 你要到美国 甚至还有月薪 反正咱也不知道 有一万美元的 那同学们 就是说一个月好 就花不完 那花不完呢 我就爱月发 剩一点钱还能 投资的理财 买个黄金啊 买个股票的 这就叫Celary 但是菲菲老师 期待大家 各位 能将来既不领Wage 也不领Celary 而领什么呢 下面一种钱就出现了 F-E 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 F-E 一起来 F-E 跟我读一下 F-E 我不知道你怎么翻译这个词 应该见过了吧 有的会翻译成 反正字典中发现了费用 但注意 区别很简单 Wage 按周领的 Celary 按月领的 而F-E 按次领的 什么东西 按次领的呢 它是指特别高级的 服务性的费用 有人老 哦 揉脚 就胡说 高级的 有人说 同时揉骨双脚 这不行 什么叫高级 我觉得他领的就是 F-E 谁啊 沉睡的小五郎嘛 毛利小五郎 是一个私人侦探 比如说 哎 结了一个案子 一笔 这是你的费 有点像那种 费用 劳务的感觉 当然毛利小五郎的老婆 人家是个律师 结了一个案子 F-E 劳务 杀手 把他们俩全做掉 二十万进账 F-E 当然别老说这个 我觉得那些明星 什么赵薇啊 或者什么 人家发了一笔 给人演出啊 走个学 弄个广告啊 也叫F-E 我觉得 牙医在国外啊 扒一颗牙 不 F-E就出来了 所以这叫做费用 那同学们当然有没有更惨的呢 有 有些同学什么工作都没有找到 那只能失业成为流浪汉了 这不是天龙八部吗 举个例子 成了乞丐了 天龙八部 乞丐装 那同学们 这时候政府也不会不管你 他会给你什么呢 救济机 政府的救济 怎么说呢 还记得十某人授医 那个动词吗 哎 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 Benefit F-E 一起来 Benefit 跟我读一下 Benefit 而当当名词就是救济补助的意思 咱们中国可能翻译到低保 比如 哎 我的舅舅靠低保活着 My uncle lives on Benefit 但是国外的救济补助还是比较丰厚的 原来我在德国留学说出来能吓死你 你知道他们那的失业人会领到多少Benefit吗 一个月700欧同学们 700欧当时可是7000人民币 我的天 比他们工人都厉害 所以同学们 Benefit 每个地方的福利是不一样的 当然不管怎么样 当然最终你会往下发的